接下來關心的是新北市有一名擔任保全的蔡姓男子 透過網路熱烈追求年約三十歲的上班族 甚至還幻想跟他交往 結果還上傳了一些不雅的照片 嚇得女方趕緊報警 警方昨天上門搜索 並且逮捕了蔡姓男子 而且他也成為了新北市 違反跟騷法 遭到警方居體的首例案件 而再來關心的是桃園 有一名男子 他因為沒有戴好口罩 加上騎車的時候 搖搖晃晃 就被警方給攔查了 結果男子一查之下 渾身酒味還哀求警方可以放他一碼 結果警方幫他酒測 男子的酒測值不僅高達0.93 而且已經不是第一次酒家 你要衝容老闆去講 我又不是故意 10號下午桃園同安街 一名男子因為口罩沒戴好遭圓警藍廷 圓警一控制卻發現男子回生酒器 男子謊稱只喝啤酒 但圓警不信最後男子才坦承 還喝了半杯高粱 我怎麼都還聞到酒味 原警立即對男子實施酒測 沒想到酒測直徑高達0.93 其實這名男子去年就有酒駕紀錄 擔心會被加重處分 還哀求圓警通融 但圓警嚴格執法 還是將這名酒駕累犯移送法辦 記者劉志展 王毅德桃園報導 而在關心的是國民黨前發言人張榮公 他帶著他的愛犬出門 結果被鄰居的王姓女住戶 飼養的大型狼犬給攻擊 結果導致他全身有十多處的撕裂傷 而且血腱滿地 但是這名女住戶居然是冷眼旁觀 也不幫他送醫 還反稱說是張榮公的傷 是他的愛犬 花花咬得 但是法官認為說女住戶的錯 因為他不但遛狗的時候 沒有牽好狗神 而且犯案後的態度也不好 國民黨前發言人張榮公 與領養回來的愛犬花花互動超有默契 事業沒想到卻有鄰居 在社區奉任大型狼犬任意攻擊 不但暴衝狂追張榮公愛犬 連張榮公都被恐怖狂咬 地上滿布血跡 去年二月張榮公因為太太 提醒車的眉官 帶著愛犬花花下樓關閉 沒想到鄰居王姓女住戶 帶著兩條狼犬遛狗 其中一隻馬力 不但沒牽繩 也沒帶防咬罩 就突然暴走狂追花花 張榮公嚇得盛前置止 竟遭狼犬鋪到攻擊狂咬 犬身至少十多處撕裂傷 從樓上聽到下面傳來慘叫聲 張榮公的太太嚇得狂衝 七十多個階梯下樓 就怕旁邊另一隻狼犬也被誘發攻擊 後果不堪設想 太太不顧穿著睡衣肉搏 拎走發狂的馬力 才沒讓傷勢繼續擴大 鄰居還抱怨這名女住戶 不但時常亂放雜物 連自己的狗藥傷人 都站在旁邊不為所動 甚至還時常濫訴 這次連審理的法官 都被她提告殺人 二審期間還拒不出庭 法官認定王姓女子犯後 態度不佳 從原本拘役55天假中 該判她三個月徒刑 可一顆罰金9萬元 記者綜合報導 台中市的北區五叉路口的車流量很大 所以交通事故頻傳 連續四年擠進了 台中十大造勢的路口 2月16號的時候 就啟用了科技執法 那麼現在交通違規見數 是降幅達到了35% 但是有民眾就反映了 他在5月10號的時候 在北區的五叉路口 同一個地點 卻收到了兩張不同的罰單 而這個罰單的名稱都不一樣 所以他質疑說這樣子 科技執法的公正性 是不是有點問題 不過現在警方有所回應了 警方就表示說 是依照道路交通的 這個裁罰的細則規定 兩項以上的違規 會處以不同的罰單 因此說這罰單是沒有問題的 而來看到的是 桃園的高鐵站金船命案 這是在附近的停車場 金船雙屍 可是有四人死亡的命案 兩名死者都是夫妻 而且這個女性死者 他還懷有龍鳳胎 嫌犯跟死者三個人 其實都是泰國人 他們是合夥做生意 經營人力仲介 卻爆發了金錢糾紛 而現在根據了解 嫌犯認為說自己的事情做得很多 但是賺得很少 可是理事夫妻卻很幸福 他們最近還買了豪車 還準備要迎接龍鳳胎新生命 一家人相當的何樂融融 也讓他眼紅起了殺雞 而目前研判死者身上 有多處的鈍器外傷 而嫌犯使用的還是一種法器來犯案 白衣女子懷有龍鳳胎五個月 挺著大肚子回到移工宿舍 她就是桃園雙屍命案的被害老滿娘 案發現她老公搭著間外出買東西 竟然成為兩人的最後身影 嫌犯也是泰國同鄉 犯案後開著死者的百萬名車 從宿舍開往桃園停車場棄屍 死者失蹤後家屬打彈下落 他還冷血告知棄屍地點 警方趕到死人停車場 車內飄出陣陣石臭味 打開後車廂才發現 父親黨同步有明顯傷勢 已經死亡多時 警方研判報告深夜10點多 死者在新北土城 移工宿舍遇害 36歲的理性女子和丈夫 都是泰國易華僑 兩人和擔任宿舍管理員的嫌犯 合夥經營人力仲介 疑似紛問題起爭執 還牽扯地下匯兌 釀成殺雞 被嫌犯持鐵器 AUTO藏進後車廂棄屍 嫌犯橫下毒手後 出境逃回泰國 刑事局透過管道 要請泰國警方幫忙抓人 等對方審核確認後 發布通緝 希望儘快將人逮捕回案 記者劉志展 葉維 盧雨昕 蔡博報道 這也是一起意外 這是梅雨豐面來襲 在苗栗的鯉魚潭這邊 水庫是打破去年的 翼鴻記錄 但沒想到居然有名婦女失足 欣賞壯觀一流 鯉魚潭水庫採聚齒狀 翼鴻道設計 氣勢如萬馬奔騰 美雨豐面報導水量豐沛 從三月底開始一流 打破去年紀錄 民眾冒雨撐傘也拿手機拍不停 氣時可能暗藏危機 大雨之中搜救人員沿著石壁垂吊 一名六十七歲富人 在鯉魚潭失蹤多日 九號下午被人發現 倒臥在翼鴻道邊坡 十多名消防一宵前往 把富人的遺體拉上警官平臺 富人城市的地點跟平臺落差數十公尺 消防隊員先是發現他的包包跟鞋子 才繼續向下搜索 兩個多小時後成功尋貨 18日時時旬 在鯉魚潭水庫停車場發現 騎乘機車 經過檢警調查 停車場監視器有拍到他的最後聲音 初步研判沒有他殺嫌疑 是否為了欣賞一流美景才不慎失足跌落 檢察官還要嚮眼衣體才能釐清死因 記者 彭知名 楊生 李雲杰 苗栗報導 台中這一名男子疑似他身體不適還喝酒 但是他女朋友很擔心要他趕快就醫 可是他不願意 結果兩個人就在家裡頭爆發口角 男子甚至還亮刀 而女友為了要奪刀 結果兩個人都受傷送醫 沒想到他們就醫採檢發現 居然都確診了 男子坐在單架上 被消防人員從大樓帶出送醫 他身上裹著棉被看起來相當虛弱 上了救護車仍不斷發出哀嚎聲 原來男子一次身體不適還喝酒 女友要他就醫 他不肯 兩人因此吵起來 男子帶著罪意揮刀 女友見狀想奪刀 過程中兩人都受傷 紛紛送醫 沒想到就醫採檢竟發現兩人都確診了 他意識不清 絕對有血跡 情侶吵架釀成傷 警銷出動四五人協助送醫 從頭到尾近距離接觸 事後才得知情侶確診 嚇得警銷趕緊做快篩 好在都是淫性 目前這對情侶已經被隔離 針對吵架揮刀 警方也將醫規通知家房中心 後續處置 記者許玟 王閃 SNG小組 台中報導 而在花蓮今天也發生了一起凶殺案 有一名男子身中樹刀 渾身是血倒在住家裡頭 修護人員到場之後 男子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 警方調查後發現疑似 就是跟債務糾紛有關係 檢調人員在小木屋旁 拉起黃色封鎖線 展開搜索 監視人員掀開白布 仔細監視死者傷口 十一號上午 花蓮秀林鄉民友街 傳出一起凶殺案 死者同居人 林姓女子六點四十分 外出運動 七點二十分返家 在家門前遇到一名疑似兇嫌的男子 對方全身是血在屋內翻箱倒櫃 手上還拿著像是兇器的東西 女子嚇壞了 連忙跑到六百公尺外的 星辰分局報案 等救護車到場時 六十四歲的林姓男子已經死亡 臀身是血倒在屋外的草皮上 兇手下手兇殘 死者不但伸中數十刀 而且刀刀劍骨 致命傷在頭部 疑似是為了擋刀自救 甚至連左手掌都被砍斷 右手四根手指也都斷掉 那經在珠江附近搜索以後 在旁邊的樹林 看見一名男子倒臥在地 初步判斷事發時 死者正在屋前洗車 結果突然遭到攻擊 休閒殺完人後 還騎著死者的機車逃逸 途中脫掉沾有血跡的衣褲 騎了三百五十公尺後 在星辰海灘汽車後繼續逃跑 據瞭解死者臨性男子 生前從事小額借貸放款 疑似因為債務問題 才慘遭毒手 警方已經掌握疑似嫌犯人士 詳細犯案動機 跟兇嫌身份有待調查釐清 記得劉吉佳 王毅德 花蓮報導 我們在周邊攝影棚 全天後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 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兩到三坪左右 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 迷你的水神烏化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買 送水神一舉兩得